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天推上来 这推上来的一个部分 大概几个重心点 这个主轴不太一样 跟以前的主轴不太一样 最近的大盘是这样 传长股在涨 然后电子股在修正 有一些股票在修正本一比 有一些股票 那么相对来讲 那么之前因为超涨而经过拉回 所以呢最近比较强的部分叫塑胶股 塑胶股里面 那么最近的一个指标叫做 这个中石化 中石化在今天拉出第二根掌停板 那是用掌停板来动 这个232亿的大股本 竟然可以拉两支停板上来 这代表什么 代表资金面开始从电子移到了塑胶 甚至呢 推上来的部分 中石化的占的全值还没那么大 你如果去看那个台数就更厉害 台数的今天大涨了3.5% 昨天也涨了大概3.5% 这一部分的资金来自于什么 法人 塑胶股的台数 传产股的龙头来自于法人 法人的部分包括投信也包括外资 都买在塑胶股 那为什么他们买在塑胶股 因为油价占上了50美元 油价占上50美元 油价占上50美元之后 造成塑胶股的一波补涨的行情上来 这要原物料的补涨结构 有人在问我 那塑胶股会不会就一直的涨上去 我认为不会 原因很简单 这一波塑胶股的上涨 有两成原因 第一个是热钱的进来 热钱从国外又进来 那么可以看到台币最近在升值 很多人说什么FED升息之后 资金会流出去 目前看起来都没有都没有 流出去一下子之后又回来了 为什么 就是我一直跟各位谈到的 就算FED升息 那全球资金泛滥的情况 只是稍微收缩一点 它不会造成太大的一个影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 外资跑不掉 就是卡吧 找不去 绝对跑不掉 所以不管它怎么做 那股价的一个指数值会往上走 走到什么位置为止 走到爆量为止 所以相对来讲台股的部分就是 休息在涨休息在涨的结构 可是电子股就不同了 好 我把整个焦点再拉回来 塑胶股是今天盘面当中最强的一个主軸 塑胶股 收盘是9.6% 盘中是大概来到最高来到12% 将近10%左右 一般来讲传产股 塑胶股还会再涨吗 我刚才谈到嘛 两个原因嘛 一个原因嘛 这个原因就是油价你会不会持续往上涨 就是你油价占上50美元之后 你还能不能够往60美元 甚至70美元涨 一般来讲不太容易 你占上50美元之后 那个美国的页岩油的开展成本就够 你占上60美元 它一定大量开展出来 这个它要赚钱了 所以我认为油价可能压缩在50美元到60美元之间 因为还没有办法再大扫上去 所以塑胶股一旦出现了比重来到了10%以上 连续两天的话可能小心 今天第一天 明天如果又是那么热的话 那么小心塑胶股就要拉回 所以塑胶股不太可能取代电子 可是问题是我们的资金只有一套 我们的成交量只有637亿 所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价格过高了 今天盘中创了颇段新高 但是呢成交量确实相对的低迷 这种状况量价的结构我待会跟各位来谈 因为量能不够 所以当塑胶股的比重上来 谁的比重要掉下来 电子的比重要掉下来 所以电子股只剩下52% 盘中跌到50%左右 所以我刚才谈到 我说资金在移转 塑胶股或许在短期间会成为主流 但中期来讲是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那电子股如果说它是短期因为其他的类股吸金 造成它资金比重下滑 也就代表着它修正到一个阶段之后 电子股就见到低点 这就是我跟各位谈到的 从价格到价值到什么 落底到打底 最后到翻步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动作就是 有两个部分 我又跟各位谈过短线跟长线的部分 短线的部分 我就短多短空的概念去走 因为要本一笔修正 所以有一些超涨的股票去做短空的动作 因为有些股票已经经过了修正回来 所以有一些中线的中多的股票 那么我就可以趁它拉回的过程当中 去做布局的行为 来 来看我们昨天买新的这一档叫联军 我先用一个简单的概念跟各位谈 联军的股价是从191块修正回来 最低修正到107块 就在它这个是除捐缺口 但我们就不管它有没有填权的概念 从191块一路修正到107块 是跌掉了将近90块 90块之后 你可以看一下 我把这个地方放大 我先从技术面的角度跟各位谈股票 然后再来谈一下 它的基本面 你有没有发现到 它达107块是这个位置的 基本上它在108块左右就撑住了 所以呢股价是不是从191 从价格跌落到价值 它的价值在110 价值在110 我跟各位谈过 为什么它的价值在110 因为联军今年要赚11块 要赚11块 本一比10倍大概就是110块 所以当它达到110块以下的时候 就开始收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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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那个下影线就算了 好 这叫这个价格跌落到价值 然后到落底107 然后打底123456 六天的打底 到了昨天翻多 站上月线翻多 好这就是站上月线 我们就是买一点到 好所以我们就就进场去买 好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逻辑 在联军身上出来 好我刚才谈到的一个关键 我说其实目前来看的话 有几个重心点 大家必须要注意 第一个重心点就是 这个股价的修正回来之后 有一些股票在目前位置当中 它会出现打底的动作 所以你要趁着它在打底的过程当中 一旦它翻多的讯号出来 我们就开始进场 就是你买在启动点 才能利于不败 我不会去挑一些已经大涨上去 还要再去追的 有人在问我这两个股 听说第三季要赚一块六 可能问题是它股价已经大涨上去 你先来买它 如果要买它也行 但你买它绝对是短线 我要的是经过的修正 如果股价经过修正回来再来买 那个相对来讲 我们的安全度够高 更何况它能修正到价值区 所以我想 我比较在意的是这个东西 你会想一件事情 现在最弱射出去是谁 汽车电子对吧 汽车电子跌翻了 汽车电子跌翻了 核大是这样跌的 帽连也是这样跌 我列举就好了 包括了这个 今天有一党打到快跌停 叫做胜利 看一下胜利 胖打中错 好 核大在上个礼拜五的演讲会上 我举例了三支股票要你避开 在汽车电子里面 一个叫核大 一个叫胜利 另外一个叫什么 反甲 你自己看掉 谈上去一样要杀过来 因为在修正本益比 他们都是赚钱的公司 胜利利外 胜利是母公司 贯业级那个利外 核大跟反甲 他修正的是他过高的本益比 那我们就要来回头想一件事情 什么叫本益比过高 什么叫本益比不够高 反甲今年大概赚四块到四块半 我大概讲一下 他目前的本益比 大概在十七倍左右 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他为什么会杀下来 为什么会修正回来 从九十块修正回来 因为他的本益比不能超过什么 不能超过龙头 龙头同样的连接器 反甲是做比亚迪电动车的 连接器 同样连接器 龙头谁 3665的茂莲 茂莲的 今年的茂莲大概赚九块钱 九块钱的茂莲 目前本益比只有十七点五倍 那我问你 反甲的一个本益比 也是十七点五倍 对吗 当然不对 当然要修正回来 一线跟二线厂之间的不同 之前用过了 操纵跟双红之间的例子 跟各位谈 好 所以像这样的股票会做一个修正 所以呢 我说过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讲到了 河大要避开 反甲要避开 跟胜利要避开 你们记不记得 上个礼拜我讲的一支股票可以买 那支股票叫做 迅芯 645 为什么迅芯可以买 是因为他修正回来之后 有没有 我有跟你谈到 他今年要赚十一块 所以迅芯的状况 有点类似联军 打到110块以下之后 他就不跌了 不过迅芯跟迅芯不同 是迅芯没有翻多 因为他这个月线还没有翻多 所以呢 他是修正回来之后 只是一个短弹上去 还会再下 未来在操作的策略里面 怎么去掌握 最重要关键点是找到这个价格价值落底 打底到最后翻多的那一刹那 所以我想目前我们都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些操作的一些锁定的一些动作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上这一次的一个优惠活动 那么今年度最大的优惠给你最低的成本价 另外我开放五个名额 只剩生下今天了 昨天开放三个名额 今天再开放五个名额 就是你办好手续的前五名 那么可以把我的这个盘口语言的讲义跟光碟免费带回去 那只限五个名额 第六个就不行了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 那么谢谢你接受看 明天同时间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